會有一個清單,所以今天的話應該是第六次上課 第六次上課的話呢 首先的話我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再回顧一下 首先的話就是樂透彩部分 VBA,然後再來就是大樂透下載 下載資料的話呢 這個當然因為大樂透的資料比較單純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把資料下載下來 但是下載完之後主要要統計那個前七名 到底是哪七個號碼 不過你要統計之前一定要先把那個 歷年來大樂透歷史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總號67頁吧 所以如果67全部下載下來 以前是土法鏈鋼 但是如果你要批次下載的話 所以難度就比較高一些 當然如果你不會用VBA的方式 就是撰寫爬蟲的話 那變成你每天都要重新爬取一次資料 那當然會很浪費時間 如果每天都要再爬取一次 少折要一個小時吧 多折可能好幾個小時 那每天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時間就浪費掉了 但是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的話 那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那一樣的上個禮拜還有講到一個人事考評 那人事考評這個範例 總共有四個職等吧 住專一直到助理員 那其實基本上他做的事情都一樣 也就是把黃色區域 總共七個欄位的資料算完 然後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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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未來不只四個啦 可能有五個甚至更多個 那一樣的方式 但是如果像這個跨工作表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 所需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那所以這裡的話會有個跨工作表 的相關的應用 所以跨工作表的話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假設 你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工作表 甚至跨工作部 就ecell檔案的話 其實邏輯 原理原則都類似 那首先的話呢 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再把它重點 再回顧一下 裡面還是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再輕輕 比如說我們後來是做了一個考評 按下它自動完成 那先做一個 再做多個 有沒有 所以我們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把它改成多個的話 其實程式裡面主要是在增加什麼 這個程式我們上個禮拜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可以找得到 這個考評跟清楚 實際上呢 各位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 的第五個單元 找到這個我們範例裡面 那個就是應該是這個 人事考評在這裡 OK 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放在 這邊考評 清楚在這裡 當然我們原來是先寫一個 針對一個的清楚 for i 等於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OK 這個是向下追蹤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不會寫向下追蹤的話 那變成它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呢 它每一個直撐 它的編號 Ctrl向下 你會發現 像那個 柱磚的話呢 它到40列 OK 那領主的話呢 不過追蹤可能 記得 因為這個跨欄 有那個合併儲存格 所以追蹤 我們是從A3開始追蹤 Ctrl向下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 Ctrl向下的結果 那一個列 把它查回來的話 那語法在這裡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語法其實將來用到的機會 會非常的大 有點像是你 游標放在A3 那Ctrl向下的話 就是等於是 點AND 有沒有 AND刮弧 AXL DOWN 向下追蹤 那取得的列 就是這個 點ROW 那就把 它的列給取回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不管你將來 有幾列 像這個 101列 那這個的話 也要不要放A3 Ctrl向下 那這個 65列 那 每一個工作表的列數都不一樣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就要懂得 用追蹤的方式 那追蹤的程式 在雲端這邊 所以 然後呢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B欄到N欄 實際上就黃色區域的資料 把它分別清空 Ctrl向上 OK 那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 就分別把 B到N 黃色區域的分別把它清掉 清掉之後的話 再把公司填上去 所以呢 如果假設 以這邊來看的話 那你如果每天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那當然建議 一定要把它寫成 跨工作表 自動一個個完成 所以呢 我們先輸出一個 一個OK之後 再切換到另外的工作表 然後再做一樣的事情 OK 然後呢 做完一樣的事情之後 再換下一個 最後呢 再切回到第一個 OK 那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呢 上個禮拜提到 這一段程式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 要拿的話 要拿來 你如果假設上禮拜沒存到檔也沒關係 你可以從這邊複製貼上都可以 直接把它貼過去 這邊清除跟考評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裡面 這個範圍是單一個的 那如果你要多個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是 所謂的工作表回圈 那它會幫我產生一個S的變數 1到4的話指的是這個邊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第三個 這第四個 也就是按照它的所影值 1234 有沒有 然後呢 就是先切到第一個 先切住磚 然後把底下的事情做完 OK 這個記得一定要是追蹤的 那因為呢 這個地方呢 本來是寫在這裡 OK R本來是寫在這裡 那因為底下 我們有一個是那個什麼 RANK.EQ 它那個範圍 就是說呢 會變動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把那個R 串在這個後面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把R串在那個範圍的最下面 所以會多需一個R的變數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 細節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再參考上個禮拜的相關說明 那我最後的話就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在執行考評 它就一個 兩個 三個 它基本上因為跑太快了 最後再切回來 你會發現 這個每一個應該都做完了 OK 你會發現呢 它就從第一個幫你做到第四個 那未來如果說你有十個 二十個 甚至更多個的話 你會發現 哇實在太快了 那你如果會用這個方法 我想你應該 就不會想要用圖法鏈鋼的方式 因為這個方法真的太快 按下去自動完成 OK 那如果要清除的話 一樣按下清除 那清除的方式就是 它會一個一個幫我把裡面的資料 把它塞空置串到儲存格裡面 但是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雖然說最後還是跑完的 可是呢 它跑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奇怪 感覺比想像中的還來的慢 我主要原因是這樣 我上禮拜特別強調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一個一個一個的清除 那一個一個的清除的話 有一個缺點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儲存格數量比較多的時候 哇 你會發現 哇 感覺好像永無止盡的 這個已經 RUN了至少10秒鐘 還沒清除完 雖然還是可以清除完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它廢的時間相對會比較久 已經完了 可能要20秒 結果我同學沒辦法接受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清除太慢了吧 好像 考評按下去 好像還比較快 清除為什麼這麼慢呢 那我跟各位講過了 主要的原因是在這裡 你會考評比較快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一個 一個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delete 一個delete 那當然太慢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假設希望 清除的效率真快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到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 用range的方式 那這個range的方式的話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那所謂當然跟各位講 range的話 也就是所謂的範圍 一定是連續的 所以假設說你要清除資料的話 那當然 比如說以助章來看 應該是從b3 一直到n的 下面應該是40 到n40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n40的話 你可能會刪除到不應該刪的 這個c不能刪嘛 然後f到j也不能刪 只能刪b 然後de 跟k到n 那怎麼辦 其實 當然呢 用range來刪除 絕對會比sales快太多了 那只是說呢 我們要怎麼樣避開白色區域的 因為它這個中間插了好幾個欄 是不能刪除的 那怎麼辦 這邊的話 我想到一個方法 不如的話 我們就是說呢 把它分成三個範圍來刪除 哪三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的話 就是這個b3 一直到b的40 這個是第一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是d3 一直到1 1的40 第三個範圍是k的3 到n的40 然後呢 再丟空字串給他 這樣應該會比較快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先打開 然後執行一下 不過你們應該會看到 清除實在慢到有點 實在沒辦法接受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讓清除的效率提高的話 有什麼方式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visual basic 那當然如果你要開這兩個按鈕的程式 我的習慣是直接按右鍵 指定聚集 然後直接按編輯就可以了 它就跳到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的位置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開 你可以visual basic 找到模組 模組假設沒有開的話 你就點兩下 裡面就會有兩個 一個是考評跟清除 那當然了 如果你上個禮拜的程式沒有存好檔的話 記得喔 存檔一定要 另存新檔的時候 一定要存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如果沒有存成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存成什麼 活業部的話 那你的程式呢 就會完全消失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請各位先想想看 怎麼樣加快清除的效率 那主要是 在這個地方左眼 因為這裡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 是在這個範圍清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改 改成 改成不是一個一個儲存 革清除 而是三個範圍清除的話 那主要是改寫這一段程式嘛 所以 特別重要 主要是 把這一段程式嘛 稍微變更一下 這一段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 再來看一下怎麼改 會比較有效率一點點 OK 然後我把那個 這個 共用先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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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